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8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美国通过无禁边疆法法案应对中国竞争 美国联邦参议院为因应来自中国的挑战 今日通过了无禁边疆法法案 计划投入1100亿美元加强基础 以及先进技术研发 以协助华府抗衡北京在相关领域的竞争 无禁边疆法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了跨党派议员支持 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 比说需票还多出60张顺利通过 法案通过之后 美国政府需在5年内投入1000亿美元 用于投资基础和先进科技研究 商业化以及重要科技领域的教育训练计划 包括人工智慧 半导体量子计算 先进通讯 生物科技以及先进能源等等 法案另外将拨款100亿美元 给指定的至少10个区域科技中枢 创造供应链危机因应计划 解决诸如冲击汽车生产的半导体 晶片短缺等问题 白宫管理及预算局随后释出新闻稿表示支持 这项跨党派立法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 维持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一步 随着美国努力从严峻的经济与公共卫生危机恢复之际 是对美国长期经济韧性与竞争力进行重大投资的时候 美国联邦众议院也在推动类似的法案 再来英国说现有疫苗可兑付B16172毒株将加速接种 英国卫生部长汉考课周日就表示 英国已有2000万名成年人完成冠病疫苗接种 英国政府也对现有疫苗可有效的预防B16172变种病毒 非常有信心 不过由于这一种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传染性较高 有可能像野伙般在尚未接种的群体中传播 因此英国仍需让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 汉考课也援引牛津大学的初步实验室研究数据表示 英国政府对现有的冠病疫苗能够预防感染该变种病毒保持高度信心 汉考课没有说明该研究涉及哪几款疫苗 仅表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推进通过接种疫苗来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策略 英国已经批准使用辉瑞BioNTech 牛津阿斯利康和莫德纳疫苗 三款都为双剂次疫苗 汉考课就指出注射第二剂疫苗对于确保人们能够抵御可能致命的冠病病毒至关重要 并督促民众尽快接种 英国疫苗部署部长扎哈维也表示这是英国实现的又一个惊人里程碑 他强调英国疫苗接种率虽是世界最高之一 但我们的工作少未完成 B16172变种病毒的传播给英国抗疫工作增添了不确定性 截至5月5日英国累计有520起B16172病例 到12日这个数字已经翻了超过一倍 达到1313起 为加强应对B16172变种病毒 英国政府将加速为50岁以上及弱势群体接种疫苗 包括把接种两剂疫苗的间隔时间从此前的12周缩短至8周 当局的目标是在7月底之前为所有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香港收紧入境条例 日本、新加坡、大马等7国等进入境 尽管香港疫情趋向稳定 但随着全球疫情反弹 香港政府昨日宣布 从周五起收紧由新加坡、阿根廷、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马来西亚及荷兰 7个国家抵港人士的检测及检疫要求 从香港地区抵港的非香港居民将不会获准入境 收紧外防措施抗疫 值得留意的是 香港政府同日也正式宣布暂缓与新加坡建立旅游气泡 其后再限制当地国民入境 对当地人的入境安排做出迅速调整 以上被列为高风险的殖民地区 抵港人士须于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 期间接受4次检测 即使已经接种疫苗 已须于检疫酒店隔离14日 期间接受3次检测 另外 所有在登机当天或之前14天曾逗留相关地区的人士 须于登机时出示预定起飞时间前72小时内 进行的病毒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以及其在香港指定检疫酒店预定房间的确认书 成逗留上述地区的非香港居民将不会获准入境 原本计划本月26日与香港开展旅游气泡的新加坡 近日每天平均有26中的确诊 由于过去7天 源头不明个案平均数多于5中 两地政府昨天中午正式宣布延后旅游气泡目标启航日期 香港政府在傍晚再宣布将当地列为高风险的殖民地区 暂时拒绝当地国民入境 而新加坡邻近的马来西亚 近日疫情已见反弹 平均有余4000中确诊 但暂时还会被香港政府列入高风险的殖民地区 再来我们一起关注 香格里拉对话下月如期于新加坡举行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第19届的香格里拉对话将如期在新加坡举行 新加坡国防部昨晚答复媒体询问时说 香惠主办方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已经通知新加坡政府 该机构将致力于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这场国际安全对话会 国防部也表示香惠多年来为关键的防务与安全事务提供了重要而且必要的平台 让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政府高官与会者进行对话 我们对受邀出席者的积极反应感到鼓舞 这也彰显了政府领导人在疫情中仍坚决自立于应对安全挑战 不过国防部也指出冠病疫情仍有很大变数 政府将继续密切留意新加坡和国际疫情 进行必要的调整 以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作为受邀考虑因素 香惠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 至2002年首次举办以来都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 但活动去年因爆发冠病疫情而被迫取消 金三角罗马大王赌场爆发疫情 81名中国人确诊 位于太劳缅金三角特区的罗马大王赌场内 自4月22日开始已经发现284例确诊案例 其中包括了81名中国人、138名老窝人 33名缅甸人和7名太极人员 当前中国政府方面已经参与到 帮助解决金三角经济特区疫情当中去 而泰国青睐政府方面也已经出面 与该地区协商把泰国人接送回国 此外,金三角经济特区宣布 5月6日至20日期间暂时禁止人员出入 并且已经为该区内223人接送国药疫苗 接着我们关注中国说 希望泰国能将疫苗分给在泰中国人 中国驻泰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欣 拜会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 双方签署中国监证泰国50万支疫苗合作备忘录 杨欣就表示他很高兴能够代表中国政府 向泰国捐赠疫苗抗疫 这反映出了两国之间渊远流长的友谊 中国承诺将帮助其他国家 如今已经向全球80个国家提供帮助 并出口疫苗至全球50个国家 以帮助各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抗疫 他还称,现在出口到泰国的疫苗已经有450万支 下周大概本月末的时候还会有150万支疫苗抵态 至于说中国国内疫苗接种情况 他承认现在国内接种疫苗民众数量还不够 但毕竟中国是拥有大约14.11亿人口的国家 为了国际社会的稳定以及两国的友好关系 所以才会出口疫苗到泰国 而且还有大概20万中国人在泰国居住着 阿努廷则表示中国对泰国提供疫苗支持 充分反映出对两国友好关系的信任 因为新冠疫苗可以说是社会稳定产品 两国合作运送疫苗捐赠给泰国 是因为双方沟通协作良好才能批准得到如此快速 那泰国向中国发出捐赠100万支疫苗的请求 现在已经有50万支疫苗捐赠到泰国 另外的50万支会陆续抵态 中方希望捐赠的疫苗能够帮助泰国抗击疫情 减少死亡率 并且还希望能够分一部分给在泰国的中国人士接种 新闻的最后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 美国再向国外发送2000万剂疫苗 美国白宫周一表示 美国将再向国外发送2000万剂的冠病疫苗 使运送出去的总量达到了8000万剂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就说 美国将在6月底前发送2000万剂在美国经授权的疫苗 以帮助那些与大流行抗争的国家 普萨基没有说明哪些国家将优先受到疫苗 但拜登此前就表示 华盛顿将接近所能帮助印度对抗疫情 一旦疫苗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 最初的6000万剂疫苗将会是阿斯利康疫苗 而这款由英国开发的疫苗尚未在美国使用 并越来越可能不被使用 那普萨基为此名另外发送的2000万剂疫苗的品牌 只说这些疫苗将会是其他受批准的疫苗 那此外 普萨基说发送8000万剂疫苗 代表世界上任何捐赠最多疫苗的国家的5倍 那似乎是回应美国一直在囤积药品的说法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